你会经常腰围吗? 你知道吗? 在德国,腰围越粗,保险费越高。 在日本,员工腰围超标,企业会被罚款。 你知道吗? 腰围超标之后,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4倍。 缓脂肪肝的风险会增加19倍。 健康之路推出特别系列节目,你知道吗? 跨界专家,不同视角,提醒特别留意,你的腰围报警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栏目。 看看我手中有一个小小的道具,这个小皮尺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灵巧的小裁缝。 我请来了一个豪华的专家团,来帮助大家一起用一个小小的皮尺量出我们的健康。 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豪华专家团。 今天为您服务的专家是马冠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 童小林,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副院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席健康科普专家, 田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治医师。 今天三位专家将各显神通,各带绝招,形象为您展现腰围与健康的关系。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病人来了,那么一看,肚子好大, 可是呢,我们有的医院呢,给他常规做腰围的测量, 他说,嘿,大夫,我又不买裤子,干嘛测腰围啊? 然后,就这位同志,他躺在病床上, 那个肚子像小山一样,放在那儿了, 然后坐起来呢,把手机放在上面当桌板, 他还帮你给我看, 然后,我说,你看呢,你这个病啊,跟他很有相关性。 他还人说,嘿,他年轻就这样,没事,肯定不因为这个。 所以呢,很多人都不重视这个腰围。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腰围跟健康的关系, 今天我们没给大家说明白的话,那是我们的失职。 所以他们今天做了充分的准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腰围过粗, 会对你的健康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田老师,请帮手来了。 好,我今天带来三个人,大家请看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嘛,明明是三个水果。 但是水果后面呢,大家看哈, 第一个人呢,我们叫做他苹果型的人。 那么这种人呢,他是肚子胖的。 那么第二个人呢,我们叫梨形肥胖。 他是很多像女性,他在臀部这里, 那么他肥胖多。 第三个呢,也有些胖, 或者说呢,相对匀确一点。 那么我们说他是香蕉型的。 那么大家看哈, 你们认为这三种人哪一个他会危险更大呢? 好,我们猜一下。 第几个? 第几个? 第一个。 你们说第二个。 第二个是吧? 选择第二个的, 举一下你的黄牌。 对,那个小笑脸。 哇,多大门,多第二个。 好,举第一个的呢? 第一个的不太多,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 对,三分之一。 好,但实际上呢, 告诉大家, 这个苹果人, 苹果型的人, 他是最危险的。 恭喜那几位。 只有少数的几位太贵了。 所以啊, 大家对腰围的认识不但不认识, 对这个体型都不认识。 天哪, 我们就犯了第一把上来, 我们就露怯了,你看。 有谁认为自己的体型是苹果型的? 几盘给我看一下。 我们找几个苹果型的体型。 你几盘。 挺好,这边我就为这个苹果型的身材苦恼。 我一长肉都长得腰部和腰部以上, 然后从肩膀到肚子这块, 然后胯部还可以, 然后呢, 但是就跟那苹果特别相像。 可爱的一苹果。 对, 我不知道, 我也是挺苦恼的, 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把这种身材给改变一下。 他认为他是苹果型身材。 他的判断对吗? 他是苹果型身材。 我觉得他是这种, 我刚才没有说完。 还有一种的是, 我别地儿都不长, 我只长肚子。 有一种是先。 别地儿都不长, 只长肚子。 那是孕妇。 就年怀孕的时候, 估计也不会太大, 也不会苹果型。 真是的。 就有这几种人。 有吗? 别地儿都不长, 只长肚子谁啊? 我就是只长肚子。 胳膊腿都细。 对, 别地儿都不长, 就长肚子。 心眼儿长吗? 那心眼儿就长肚子。 心眼儿长。 对。 你像我, 哪都没长, 就长心眼了。 咱俩正好相反。 老常良。 是吧? 他也是一个经常 关注自己腰围的朋友。 一良就多点。 一良就多点。 你看, 我们良归良, 还要想办法人家剪下去。 太太到目中。 那您觉得? 苦恼就剪不下去。 我们一会儿找方法。 希望你今天一定有所收获。 我们综艺这种情况也有一种描述。 就是长得像一个蜘蛛形。 综艺叫做膏仁。 这种膏仁他四肢并不发达。 四肢的脂肪并不多。 只有肚子大。 这种情况才是危险性最高的。 刚才田老师讲的, 危险性最高。 阿姨他直接说, 他说他哪里别地儿没长, 就长了。 只有这块儿长了, 长成苹果了。 明白了。 中段儿长, 别地儿不长, 叫苹果。 田老师既然说了, 苹果型体型最危险。 那么它的理论是什么? 有什么道理? 来, 请看短片。 苹果型身材最大的特点就是肚子大, 腰围粗。 腰围粗为什么最危险呢? 那是因为腰围一旦变粗, 就意味着有大量脂肪长在人体的内脏上。 医学上把这种脂肪叫做 内脏脂肪。 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脂肪, 会对身体的很多器官产生严重影响。 内脏脂肪颗粒通过血液进入肝脏,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线。 当内脏脂肪多得超过了肝脏的代谢能力, 脂肪就会在肝脏沉积下来, 从而导致脂肪肝的产生, 而且又进一步影响肝脏的代谢。 长此下去, 就会造成肝硬化。 内脏脂肪过多之后, 还会对心脏产生影响。 正常人的心脏外面有少量脂肪, 当包裹在心脏外面的脂肪越来越多之后, 就会给心脏造成严重负担。 脂肪除了沉积在心脏表面, 同时还会沉积在血管的内壁, 在动脉上形成斑块, 使血管越变越窄, 甚至造成血管的完全毒涩, 引发心肌梗死和脑中风。 所以, 一定要严防死守你的腰围, 因为腰围越粗, 意味着你身体里的内脏脂肪越多, 各种疾病发生的风险也越大。 谢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短片, 告诉我们了你的腰围粗, 或者你的苹果形体型, 它到底哪里最危险? 刚才我们是第一讲, 那佟老师呢, 他也带了他的这个秘密武器给大家, 也向大家告诉说, 你如果是腰围过粗的话, 会对你的健康到底有多大的危害? 来, 请看佟老师带来的短片。 这个就是一个冰山, 这冰山呢, 我们把它比作呢, 就是这个肥胖, 尤其是这个腐形的肥胖。 然后这个冰山上面, 水平面以上, 长出了很多的, 一个一个小山峰,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血脂高啦, 血压高啦, 血糖高啦, 很多人呢, 他看到了自己血糖高啦, 他知道去降糖, 血压高啦, 他知道去降压, 血脂高啦, 去调脂, 但是呢, 他并不理解呢, 他真正在一个, 为什么长出这些山峰, 是因为底下有个巨大的冰陀, 这个冰陀呢, 就是一个腐形的肥胖, 所以你在治疗的时候, 如果是只是降压调脂, 这个降糖, 是治标, 必须要治本的话, 治本的话, 必须要把整个这个冰陀, 把它融化掉, 也就是说, 你必须从肥胖的治疗入手, 好清楚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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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们认为, 腰围越粗, 就意味着内脏脂肪越多, 发生疾病的风险也就越大, 要想控制疾病, 必须严防死守你的腰围, 接下来, 来自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 将根据数万人的调查, 现场为您揭示, 腰围过粗, 会导致哪些疾病高发, 不要走开, 精彩, 马上开始, 我给大家呢, 带来一组数据, 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个, 如果我们的腰围超标的话, 你可以增加你的心肌梗死的这样的危险呢, 会增加一倍还要多, 一点二倍, 这个我能证明, 我们经常也有这种人, 对, 这个, 心血管疾病的死亡呢, 可以增加一倍半,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代谢综合征, 可以增加三倍还要多, 那么糖尿病呢, 可以增加四倍, 那么换这个高血压呢, 这个风险呢, 会增加五倍, 那么如果是非酒精性肝硬化呢, 可以增加十九倍, 这都是大量的人群的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 他说这个非酒精性肝硬化, 就相当于就是我说的脂肪肝, 就是脂肪肝, 也不是因为喝酒引起的肝硬化, 而是因为这个脂肪的沉积在肝脏, 引起的脂肪肝, 而刚才给大家说这一组数据呢, 我们可能很难记下来, 这个一点五倍啊, 一点二倍啊, 五倍啊, 十九倍啊, 我们不需要记这些数, 那么我们应该了解什么, 我们了解就是腰越粗, 你的疾病的危险越大, 但是呢, 咱们当然就是我们的体型啊, 会受到很多文化因素的影响, 好比说在有一些成员里边啊, 对于这个男性和女性啊, 他这个腰围的, 我们的体型的描述是不一样的, 像对于男性的描述呢, 我们要求这个榜大腰圆, 腰缠万贯, 所以呢就是往往的这个腰肚的大腰粗呢, 往往会当做一个腰粗, 腹态的表现, 那么对女性呢, 可能要求就是, 羊柳细腰啊, 就要求这个体型啊, 鹅鹅多姿要细一点, 是不是男性更容易原谅自己的大肚子, 对对, 往往是当做一种腹态的表现啊, 腹有的表现, 所以要给大家提醒的是, 腰粗不是一个腹态腹有的表现, 是一个不健康的特征, 这个是一个疾病危险的这样一个特征, 因此呢我们今后呢, 就是我们的腰不能太粗, 健康腰不能太粗。 那很多人开始往里捣气, 这么做, 往里捣气啊, 有一个是我想这个问请教三位专家的, 那是不是像我们这种瘦人, 或者是像小朋友, 比如说上小学一年进二年级的这小朋友, 他们是不是就不用这皮齿, 天天量着自个儿的腰围, 或者隔一个月量一回看有什么变化了, 就不用了吧, 成年人的话呢, 可能是要特别注意, 有些偷着胖, 我们叫偷着胖, 它四肢, 这个胳膊腿都不长肉, 但是呢就偷着长肚子, 它不是真瘦, 它不是真瘦, 这种呢在亚洲人来说还是很常见的, 很普遍的, 就是体重, 没偷别的就偷了点肉, 你要是称肚子里了, 对, 称了体重的时候呢, 可能并不超标, 但是呢, 它偷着就偷着在肚子上了, 长肚子上了, 对对对, 这个我也能见过, 我记得我在大学时期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跟各科都根, 跟人普外科, 来个老太太, 老太太看着呢, 七八十岁也不胖, 那么这个莱美颜, 我们想这么瘦老太太, 可能几分钟就搞定了, 结果上了台之后, 一摸蹭肚子软软的, 可能你看牙医说我也软软的, 那么这个软软的一波, 我们切开一口, 看出来不是蓝尾, 是厚厚的一层的脂肪层, 包括它的蓝尾周围, 肠管周围都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这个瘦呀, 大夫说切开一层跟切习惯似的, 把这肚子拉开一层脂肪, 就拉开一点皮, 比你们想象的多对不对, 要多的多, 通常呢, 拉开之后呢, 看见就能看见这个蓝尾了, 再难找的找找也行, 但它这个我们就, 哎呀, 看了半天, 扒了半天, 找了半天, 不能那么拔, 是很小的一个口, 找了半小的脂肪, 那么它很瘦, 看着就是肚子软软, 对, 全是肥雕, 那就说这个, 就是这一类的瘦人也要特别小心, 要经常监测自己, 就是在正常体重的人群当中呢, 实际上还有一定比例的人呢, 它是属于腰围超标的, 正常体重的话, 差不多7%的人, 它的腰围超标, 如果是你是属于肥胖了, 那么有95%的人, 是属于腰围超标的, 马老师, 您说一下腰围标准的这个尺度, 到底应该是多少, 在我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还有代谢综合症防治指南, 还有糖尿病防治指南里边, 那是提出了男性不应该超过90厘米, 女性不应该超过85厘米, 作为一个判定腰围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马上我们就开始啊, 来现场每个朋友手里边有个尺子吧, 你们可以站起来量一下, 坐着量不准吧, 请三位朋友, 大家一起来跟我量一下, 大家怎么量腰围, 首先呢, 如果是在家里的话, 就可以把衣服撩起来了, 然后我们要量到, 什么叫腰呢, 大家知道吗, 四点上写的腰是, 内下胯上, 就您摸您这块有根骨头, 有一个很高的, 然后呢, 上面再摸, 内下有根骨头, 哎, 找他来的终点, 可是我们有没有特别胖的, 我哪都摸不到, 我全肉啊, 是不是还有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走个捷径, 就可以量到摸摸肚脐眼, 在呼气的时候, 因为大家说, 我腰吸, 我一吸, 剩二尺了, 会吧, 所以在呼气的时候, 断停, 然后呢, 就量肚脐眼上, 0.5到1公分的距离, 然后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腰围, 这才是正确的腰围方法, 咱们有多少人感觉自己腰围超标了, 来, 坐下来, 觉得自个超标的, 请举红脸, 就是那个哭脸, 哎呦, 这回哭得多, 哎呦, 这么多呀, 我们三个人呢, 都超标了, 哦, 真的啊, 都超标了, 对, 三位超标高手, 请坐, 他有成就感了, 他有成就感了, 意思是说, 我们随便请出三位朋友来, 全是超标的,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吃太好了, 专家提醒大家, 一定要记住健康的腰围标准, 男士腰围不要超过90厘米, 也就是二尺七, 女士腰围不要超过85厘米, 也就是二尺五, 准确量腰围的方法, 是在呼气的时候, 量肚脐炎以上, 0.5至1厘米的位置, 你的腰围超标了吗, 接下来专家还将介绍, 孩子腰围粗细与疾病的关系, 他身得特别高, 你的腰围报警了吗, 不要走开, 金牌继续, 刚才我们是说的老腰, 我们接着说小腰, 这小腰是什么, 咱们大家认为这个小孩, 平常我们会说小孩没有腰, 小孩哪来的腰啊, 对不对, 我们都是这么说的, 还蛮无几小孩无几小孩, 但是呢, 我们去年开始呢, 对我国, 还有包括我们香港特区的, 有18万人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大量的一个这样的数据进行分析, 就是分析他这个孩子的腰围, 他的粗细跟这个疾病的关系, 那么就分析发现呢, 就是随着孩子腰围的增加, 他的疾病的发病率, 他的疾病的危险也是增加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呢, 这些就是显示出来, 咱们主持人说这个有点像, 对我前面请教过马老师, 我说怎么像股票总是图啊, 但是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图, 它有一个共同规律, 就是说他们到一个点的时候, 是插一起往上伸, 你不管是蓝线黄线红线, 粉线绿线, 他到了一个树, 我也不太懂这什么树啊, 我说马老师为什么到了这儿的时候, 他伸的特别高, 股票真这样就好了, 这个曲线呢, 因为不同颜色的曲线呢, 代表了不同的疾病指标, 好比说是有代表的是高血压的发生率, 有的代表是高血糖的, 有的是代表这个心血管的因素的, 我们就光看这个不同颜色的曲线就行了, 那么这个横的轴呢, 就说孩子的腰围的粗细, 大家就发现, 你看一开始的话, 这个非常平的, 就是说明什么, 这个对于小孩来说, 他的腰的随着腰围的增加, 他的疾病的危险并没有增加, 但是已经到了这个比较粗的, 他的腰围变到粗到一定程度, 这个疾病的危险一下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正利用这个18万的数据呢, 来制定一个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群的, 这个孩子的一个腰围的指标, 从量面到前面的那个指标, 您说一下, 原来我们有这个标准吗? 原来没有, 我们原来只有这个成年人的关于这个腰围的, 这样的一个疾病关系的这样一个建议, 那现在为什么开始关注孩子了呢? 因为原来我们认为, 一个是成年人慢性疾病, 包括这个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 认为只有在中老年人当中才有发生的, 实际上这个疾病的发生是需要一个过程,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城市, 大城市当中的孩子当中的超重肥胖, 已经比例非常高了, 而在这种超重肥胖的孩子当中, 他这些疾病的发生率都是高的, 因此呢, 就我讲说您那儿没控制好, 啪啪啪啪找了童大夫, 然后到最后得到这儿来做手术了,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就, 大家做的这个味觉挺好理解的, 现在这个儿童的肥胖的二性糖尿病特别多了, 就是明显的比过去增加了, 就是在刚出生以后, 这爷爷奶就使劲着天压, 那我就对大人的责任, 我们成年人的责任, 他要吃什么就使这儿给他吃呗, 生化的营养不良, 其实那都是一直在天压式的营养过程, 像我们科最年轻的新梗, 20岁就新梗了, 那他肯定不是昨天是好的, 今天就新梗了, 这个过程可能要几年, 或者十几年, 两岁开始, 那我们回头一算呢, 就那我们的马老师的人群, 他们小开始的,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 对于成年人慢性病的预防, 我们不仅仅作为成年人以后, 我们现在做起, 并且对于成年人慢性病的预防, 从咱们的孩子就应该抓起。 专家提醒大家, 控制腰围要从孩子做起, 过度胃养会给身体摆下隐患。 在明显的节目中, 现场还将出现一位腰围严重超标的求助者, 专家将通过一系列高科技手段, 为您揭示腰围超高之后, 让人震惊的健康危机, 以及恐怖的后果。 怎么接? 对, 我打开看看。 同时, 中医、西医、丁养学三位专家, 还将现场执招, 告诉您切实有效, 科学健康的减腰围方法。 我希望您一年之后见到您这个样子吧。 你的腰围报警了吗? 谢谢。 明晚18点45分, 敬请关注。 好, 感谢三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说最好的医生是让人不得病的医生。 即便你得了病, 做了手术, 就如同一件衣服开了个口子, 也有缝的痕迹。 那为了让大家不得病, 少得病, 以后我们会请出更多的像他们这样的专家, 跟各位分享健康的知识。 好, 欢迎大家收看科教频道其他的栏目, 我们下次再见。 天气变化 你会经常腰围吗? 你知道吗? 在德国腰围越粗, 保险费越高。 在日本, 员工腰围超标, 企业会被罚款。 你知道吗? 腰围超标之后, 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四倍, 缓脂肪肝的风险会增加十九倍。 健康之路推出特别系列节目, 你知道吗? 跨界专家不同视角, 提醒特别留意, 你的腰围报警了吗? 跨界视角, 传播健康心理念。 清新品质, 倡导健康心风尚。 集结健康专家国家队, 邀您一起养护健康生命, 滋养幸福人生。 健康之路, 六月亲情推出, 特别系列节目, 你知道吗? 每晚十八点四十五分播出, 敬请关注。